武漢肺炎升溫 全台各大醫院提升防疫層級 因應疫情擴大 台大醫院繼SARS之後 29日重啟疫病門診 從SARS就是第二次啟動疫病門診 最重要是你一定要到中國大陸的暴露室 那除了武漢跟所謂的湖北以外 如果你沒有這個暴露室 其實是不應該到我們的疫病門診 直接到一般門診就可以了 台大將發燒患者分為三類 包括中國大陸武漢湖北地區暴露室的患者 因直接到急診就診 有中國大陸暴露室 但沒有到過武漢湖北地區 建議到疫病門診 目前至少有18個病例 沒有中國大陸暴露室 只需到一般門診 也有不少民眾經歷過SARS 對台灣防疫有信心 危機醫師還滿好的 都會戴口罩洗手 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其他的就不要想太多 因為政府會幫我們把關 那我們自己個人的衛生做好這樣子 所以現在出去公共場合都會戴口罩嗎 一定要 另外馬街醫院日前宣布 所有分院靜探病 陪病患家屬最多兩人 進出醫院需戴口罩和測量體溫 林口長庚為集中管控就醫患者 醫院封閉部分大門 緊留紅外線體溫感應的門 讓民眾進出 台北榮總也隨時啟動相關感控措施 新唐人亞太電視持千里里津津 台灣台北報導 檢查 新售 美 新售